开门的第一件特别感动 家里是暖和的 卫生是干净的 博博和小姑子每周 大概每个两三天 会过来帮我们看一下房子 然后做一个卫生 我们现在是在深圳到伦敦的飞机上 现在还是下午时间 这个位置非常的宽敞 双腿还可以撑开 提名一上飞机就睡着了 这个旅行床真的这次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非常的方便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伦敦机场了 一路疲惫 我们回去的时候主要是太兴奋了 所以忘记了辛苦这个两个字 这一程真的是 大人都受不了 哥很忘小Tini了 现在我们准备去拿行李 阿哥已经知道我们了 我们要出发了 还有两个小时的开车才能到国民汉 现在是英国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半 国民时间是早上五点半的样子 我现在就是又累又困又饿 已经回家了 昨天晚上一到 主要是太累了 真的就是倒床就睡了 但是又是倒时差嘛 所以说我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我现在就起床了 洗漱弄清楚了 现在等着我老公和孩子去洗漱了 然后昨天晚上你知道吗 我开门第一件 特别感动 家里是暖和的 卫生是干净的 因为在我们走了这二十多天里啊 婆婆和小姑子每周 大概每个两三天嘛 会过来帮我们看一下房子嘛 然后做一个卫生 因为我们今天要回来 今天早上特意的地板 该擦的桌子 全部给我们弄干净了 最重要的是 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吃的 放在冰箱厨房 大哥呢 也专门下班之后呢 过我们过来把暖气打开 怕我们回来之后 家里冷冰冰的嘛 总之就是感觉特别的温暖 让我感觉好像这二十多天 我们没有离开一样 就是一回家就是 非常安心安踏实的样子 看这一堆是婆婆和小姑子 提前给我们准备的食物 她知道我们到了这会很饿 这婆婆提前做的 肉饼还分了Tini和我们的 因为Tini不吃辣 这还山明治 面包鸡蛋 影响你还有牛奶和芝士 这两天我们可以 很安安心心在家了 大家知不知道 就在你特别饿的时候 有食物在你身边 是什么感觉 真的我现在感觉特别好 很温暖 Thank you mom Differently sure Thank you mom and sister 我现在用婆婆送了 这个鸡汤煮了碗面条 我老公和Tini在吃 这个三明治和肉饼 我估计过一会儿 他们玩一会儿了 Tini和我老公要去睡觉了 地上还大堆东西要收拾了 我待会儿还要上班今天 你开不开心啊 小朋友不用吃这个 因为很辣 对呀 给妈妈吃 我真的是太想念 婆婆这个味道了 这个肉饼和鸡肉 真的太好吃了 对呀 你是小朋友 这是一杯我续命的咖啡 今天就靠这个活着了 然后老公呢 把火炉也燃起来了 你要加火了 待会儿来加一个火 英国今天的天气呢 是英语绵绵的 啊 该到时差真的是一件 非常痛苦的事情 现在Tini和我老公 已经到楼上去睡觉了 他们比较幸运 假期结束在下周一 而我呢 今天就要开始上班了 不过还算比较轻松吧 因为该做我的小姑娘 婆婆都已经帮我做完了 我现在就安安静 住在这里等着上班 然后大家就是都知道 像我婆婆吧 她每次呢 也是特别关心 我每隔山差五的 也会跟我们说 吃得过来 然后呢 就包括我生病也好啊 就是有什么需要 就是非常及时的 就会给予爱和帮助 所以说呢 这也是我家人 安心的一点吧 说实话 我在这边 没有那么强烈的 想家的那种原因呢 还是有 跟我的婆家人有关系 真的 他们对我是非常关心 也非常的照顾 大家呢 也在视频里面能够看到 这也可能是我家人呢 嗯 就是比较放心 我在这边的主要原因 然后我婆婆呢 真的是带我像亲女儿一样 大家也是在视频里面 看得出来 所以呢 我在这里吧 也像我的家人 还有 我关心我的朋友们 报个平安 我们已经安全到家 然后呢 也恢复了 就是之前的生活 真的 天母可能在家呢 就是稍微调整一下 作息 整理清楚了之后呢 再继续跟大家聊天 然后来跟大家来讲讲我的生活 感谢大家的喜欢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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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